和大家讀一篇自认是国立台中科技大学的老师 写给年轻人的信 如果有一天你连温饱都不可求 你会发觉你连畜生都不如 他就这么写 自认年轻的一群 你们叫什么 外生见到我沮丧很不了解过问我 寇寇 你是靠实力赚钱的 你焦虑什么呢 我想了很久才写以下这一段短文 身为五年班生和大多数一样 我的副执会并没有高学历 红厚的是庞大的债务 一双泥腿打拼奋斗 但他们不但养活了四个孩子 还清还债务 扣屋置业 靠的就是一副肩膀 我在二十岁退役进入职场 二十七岁买人身第一部车 二十九岁和兄弟合扣第一间房 虽然成绩还算可以 但是从小学的读书和兄弟一样 学费要自己打工酬兵 一直到研究所都是这样一样 我不是很厉害 我只是当时大多数人一样的平范 这一辈子没有读过补习班 连汽车驾照都是社会早的 而今年个半百虽然不富裕 但已经衣食无缺 但能侍奉相亲安老 才是我最大的幸福 在那个年代我们愿意博 政府也可以给我们博的环境 让我们养活下一代 如今政府用一纸民主作为招牌 政治的权谋 泯灭了基本的民生 用口述迷惑了大众 让斗争成为最大的指导原则 拿父母的心血读书生活 学的就不是忠孝哲义 你们用什么态度质疑 养育你们的长辈 年轻的世代 请问你读书的钱是你赚的吗 你的生活已经脱离了父母的照顾吗 你27岁可不可以买到车呢 你几时你几多岁 算是为自己买个窩呢 你有没有把握 养育 儿女 如果都不是 那你叫我什么呢 如果你还在社会上被照顾 无法效仰掌上 你凭什么骄傲 放下原本在手上的主权 去追逐民进党 用一图3D影像构建的虚拟实景 你到底活在哪一个世界里面 当年轻人打工卫生计 当时年轻人打工卫生计 如今年轻人打工卫生计 为了换手机 问我为什么这么焦虑 我爱孩子 我把学生当作自己的晚辈 我怕 我真的怕 怕有一朝一日 他们必须在生活线上挣扎 很多人都说很喜欢新加坡 其实他们不知道李光耀的管理名言 政治是要仁慈的残酷者 仁慈是内心的主子 残酷是为了对老百姓仁慈而必须执行的方法 他们并不民主 但人们幸福而且信服 文俊对我高官说 如果只为温饱 那家畜生有什么两样 等我告诉你 如果有一天 你连温饱都不可求 你会发觉 你连畜生都不如 你连温饱都不可求